请报告出席人数 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10人与主法定人数 请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及报告事项第二案到第九案 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经济委员会第20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事录 时间109年5月4日 星期一上午96分之下午22分地点红楼一林会议事 出席委员廖国栋委员等15人 列席委员陈玉珍委员等32人 列席人员经济部部长沈荣金及相关人员 农委会副主任委员陈俊纪及相关人员 劳动部政务次长刘世豪及相关人员 原明会副主任委员中新华及相关人员 主席廖召集委员国栋 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 二邀请经济部部长农委会主委 劳动部首长及原明会首长 就原住民及原住民族地区产业及个人纾困情形 进行报告并被咨询 报告事项合并寻答 经济部部长沈荣金及相关人员 报告后委员廖国栋委员等27人提出咨询 均由经济部部长沈荣金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 三台湾新冠疫情已多日无本土病例 显现疫情有趋缓之可能 邀请经济部部长就未来如何进行台湾产业振兴付出 超前部署 避免经济陷入通俗困境进行报告并被质询 决定一登记发言 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 其军已发言完毕 寻答结束 二委员邱益盈郑立文何志伟 赖会员郑正林 林黛化及高嘉宇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三书面质询及问及答复部分 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 以书面答复并复制本会 通过临时提案十一案 请委员参阅三会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事录有无错误会遗漏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议事录确定 好 来请继续宣读报告事项 第二案到第九案 报告事项二 处理国报会 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简送档案管理局 深化国家记忆计划 加速国家档案禁用与活化一般事务费 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三处理农委会 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简送林物局森林保护与林地管理 预算冻结10% 书面报告请查照案 四处理农委会 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简送鱼业署 鱼业发展向下 鱼业多元化经营建设预算 冻结5%书面报告请查照案 五处理农委会 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简送动植物防疫检验局 一般行政向下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 业务费 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请查照案 六处理农委会 行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简送动植物防疫检疫局 动植物防疫检疫管理 动物检疫业务 预算冻结10% 书面报告请查照案 七处理农委会 行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简送农粮署 农粮管理 农业资财管理 预算冻结10% 书面报告请查照案 八处理国发会 行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简送深化推动政府 资通讯应用建设 主动服务及网络参与 精进计划 预算冻结10% 书面报告请查照案 九处理农委会行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简送该会总岁出预算 动结5% 书面报告请查照案 宣读完毕 好 报告是向第二案到第七案所列的预算冻结案 当时的决议是提出书面报告后 使得动知 现在书面报告已经送达预算得以动知并提报院会 另外报告是向第八案跟第九案 所列的预算冻结案 当时的决议是提出书面报告 经同意后使得动知 现在书面报告已经送达 我们同意动知预算 请问各位同仁有无异议 没有吗 你们现在举手是有异议还是 有异议 好来 那个 那你们是要发言吗 翁重军委员 孔文吉委员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有主席各位同仁啊 这个 我要先各位同仁抱歉一下 因为 离开立法院 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那 这段时间 对于立法院的状况 也没有很清楚的了解跟掌握 那我 一直也不了解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 对于有关 冻结案的书面报告 或者 冻结案的经同意后 使得动知的 这个情形 到底是怎么处理 所以 我想等一下 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 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冻结案 跟冻结案 经立法院 经济委员会同意后 使得动知这个部分 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处理 第二个 我想在处理的过程里面 我还是建议是不是 我们 可以不可以 利用一点时间 把我们冻结案里面 他提出的书面报告 也利用这个时间 再稍微 做一个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 老实讲 我是今天早上 才拿到这份东西 我是今天八点半 才拿到这份东西 所以一下子要看 也看不太来 可以不可以利用一点时间 能够把里面的详细的 做一个解释一下 好 来 那个 等一下 孔文吉委员之后 赖瑞隆委员 好 主席各位委员 今天那个冻委会的解冻案 还有国发会的解冻案 我们几位国民党的委员 有提出一个处理的一个建议 就是冻委会媒体先导的相关 劳务采购案 监察院财政及经济委员会 已经在5月6号通过监察委员 王又玲跟杨芳玲 对冻委会办理媒体采购的调查报告 那要请冻委会切实检讨改进 因为你们现在就各项的广先的 都建筑于官方网 Facebook跟LINE 论坛民众常见网络界面的情形 他们建议呢 应该是要以专项的方式编列 这个以利呢 国会及社会大众监督了 所以呢 冻委会的这个宣导的这个部分呢 有必要呢 冻委会还是要来清楚的说明一下 这个应该是要依这个采购案呢 要依各部会执行分摊比例 没有按言和定方式办理 这个不称为是一个允荡了 所以我们提案是建议 这个总税出的议算 冻委会总税出议算 1339亿 8927万4千元 我们党团是希望继续冻结梁议员 这是其一 第二个是 特别是针对林务局的 有一项是林务局的林业发展 森林保护与林地管理 当时本席是提出来 森林保护员的待遇方案 还有等等都没有公开 还有这个现行的巡护机制 是审慎研磨应盗法方案 守法的对策 以维护森林保护工作一解 这个虽然农委会有提出来说明 书面说明 但是你们的说明呢 本席不满意 特别是最近 我发现 最近到岩乡去会刊 林武局最近都在建租土地 有一个矿场 在南澳乡的冬奥矿场 已经租了62年 到明年就到期了 林武局继续把林班地 在上个月签订 把土地承租给他 那个时候我还请了 廖副局长到我办公室来 怎么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呢 我觉得对林武局这个部分呢 也必须要亲自 要说明 为什么你们现在都在 炸事的建筑 你们林班地的土地 给那些矿商继续来开采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 北极市 一定要坚持 林武局的部分 一定要继续冻结 以上谢谢 好来那个赖热农委员 主席各位 那个今天的议程安排 是处理国发会跟农委会的 预算的解冻案 那我想总共有九个案的部分 那里面多数人都提到 都是冻结之后才 书面报告 在行解冻 请查照 那是不是 我想也请 因为我觉得 会议的进行 还是依照整个议事规则来走 那我大概是想要请 看是不是由 经济委员的主 你有谁能不能说明一下 好不好 这个在议事规则上面 怎么样进行 我觉得有一个依循 那个看怎么样来进行 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子 比较不会说 每次的这个 都有变动的时候 那大家没有一个 我觉得还是照着 意识规则来走的话 比较整个会议上 比较能够和顺来进行 以上建议 好 谢谢拉瑞隆委员 接下来陈廷飞委员 谢谢主席 我想我们都尊重 每个委员所提出的建议 那当然也希望农委会 可以有所检讨 可是这个预算 基本上我们在审议的部分 其实在林务局 我们就是用书面报告 然后来进行查照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处理的不好 到底要怎么检讨 而不是说要继续冻结 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是有点违背到我们当时候的一个处理的方向 那还有就是第九条 就是处理农委会 这个总税出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必须再去做一个审议 可是我们希望说 不论要动多少 或是要继续动 我觉得应该要比较有明显的一些资料 然后是不是说不是一个提案 然后就把它说我要继续动 或是继续不动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对于 我们在这一次讨论 我们整个报告事项 会比较有效率一点 那因为我们过去 其实只要是书面报告 我们都是列在我们报告事项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经济委员会 过去一直以来的一个惯例 也是我们可以请待会 如果说像翁委员 翁重军委员有任何的 对于整个议事处理过程有问题的 我觉得可以请议事主来做回答 这个我们过去以往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处理 没有任何有不同的地方 谢谢 好谢谢 谢谢陈婷飞委员 我是不是请主命先回答一下 刚刚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就是说在意识程序处理上面 我们过去的惯例都是怎么处理的 我来先跟各位 请主命跟各位说明好吗 谢谢 各位委员 陈长伟致命向全体会报告 所有的预算冻结案 如果是书面报告使得动知的 我们就直接列报告事项 然后书面报告送来 我们提会报告就可以动知 然后送并提报院会 如果是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知的 我们一样是提报告事项 但是需在场的经济委员委员同意之后 我们才提报院会 如果是专案报告 或者是在院会改交审查的 我们就提列讨论事项 讨论事项 我们才可以用细分 要继续冻结多少 或者是同意多少 以上报告 谢谢 好来这样请问各位委员有清楚吗 好陈超明委员 接下来杨琼英委员 之后我们就截止发言 好廖国栋委员 嗨主席 各位委员大家好 其实这个问题说简单的也很简单 说复杂又不怎么复杂 但是我刚刚听了翁琼英委员在讲 事变报告今天早上才送出来 就要马上要解释 这也是立法院的弊病 每次都投了很晚 给你准备不及 也没有仔细去看 啊就要这样送过来 就是要用着我们赶快投笔通过 我觉得如果立法院这个制度 能把它改一下 譬如啊 我们预算的解冻案 以前要送过来 以前要送到委员会 要提早一个礼拜送过来 让委员有所准备 尤其啊 这次的委员会里面 可以说是有很多新的委员加进来 他对于解冻案的来龙 期末始终很不清智 如果可以的话 虽然 我们立法的解释里面说 事面报告后使得动之 但是如果你有诚心诚意的话 最好再解释一遍 给各个委员了解 我相信啦 归于经济委员会里面会更和谐 当然这里面分了两种 刚刚子民也讲了 事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是一种 事面报告后 经同意后 使得动之又是一种 所以今天这个 一共有九个解冻案 刚刚听子席讲 二到七的话 是事面报告后使得动之 八跟九 是事面报告后 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如果可以的话 也跟各位解言 委员稍微解释一下 让大家了解 因为会已经开过了 就照着法律程序 但是有很多委员希望能更了解 希望我们的主席英明 欢容大量 也请他们解释 谢谢 请杨琼英委员 谢谢主席杨琼英发言 针对于这个案子呢 我个人建议 因为总共有九个案子 我们所冻结的预算呢 是66.858201万元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又看到 是在五月六号的时候 包括监察院 包括我们立法院 那都提出了 针对这个议案的采购 他们认为都有争议 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听听 到底能否会 针对于这么多的机关 他已经提出有所争议的时候 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应对 我觉得经济委员会 有这个责任要去厘清楚 这是以上我个人的建议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必须要去讲清楚 让我们跟社会大众 也有办法去说明清楚 我也不知道 到底五月六号监察院所提出的 那么农委会 到底是不是已经将资料 已经送请监察院 我们也想要了解 以上建言 好 谢谢杨琼云委员 谢谢廖国栋友委员 谢谢各位同仁 虽然我们现在进行的程序 是已经进入议程了 不过刚刚 陈上明委员也好 杨琼云委员所提出的这个质疑 我这非常非常的合理 我们提出的整个冻结案 在你们还没有充分的说明之前 我们就要让它解冻 然后又没有 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 更详细的 针对每一个委员所提的内容 这个说明 甚至要说服 说服委员 我们才能够让这个预算往前走 这个程序还没有走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 就要解冻 不怎么合理 所以我们今天 国民党党团 也做了一个提案 当然程序上 提案并没有正式的送出 因为今天不接提案 这个提案的内容就是 继续冻结两亿 继续冻结两亿 那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清楚的 甚至细项的 整个未来的执行 到底这些经费 每个委员都有了质疑的时候 你们要说明清楚 我们才应该要放心 这个是作为一个立法院立法委员的 基本的职权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再讨论一下 好 来 陈廷飞委员 好 接下来赖瑞隆委员 谢谢主席 我想刚刚主命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这个书面报告 使得动这部分 基本上就是列报告事项 只要我们在院会没有再继续有任何意见 我想当时其实国民党有意见 应该是要在院会里面去表达 是不是要把它重新去变动 做一个改列的动作 但是并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那刚刚其实有谈到说 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去收到这些相关的文件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委员 其实可以看这一份 比较厚的这一本 就是我们的相关的公文书这一本 其实里面都有各单位 他们要送的一个书面报告的一个发文日期 所以应该是我们当时在每个委员应该就有这份资料 那这个部分其实可能我们是不是 我们的办公室有一点漏死掉 没有去注意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以后 我们意识组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各委员 说资料已经送到各委员办公室 而且已经有发文了 或是各单位 我觉得各单位也应该要检讨一下 就是说你们既然已经发文了 是不是也要提醒一下 各委员办公室应该要拿给委员看一下 要不然你看有的是2月份就送进来 有的是3月份就送进来 基本上并不是说 我们这个今天要审 今天早上才看到资料 这个是有落差的 我觉得我们也是要 这个让我们的有关单位 这个要帮他们辩驳一下 因为不可能 因为他有程序 不可能今天早上才会看到资料 所以我认为说今天 没有尊重我们委员所提的意见 可是既然我们今天就是 报告事项去做书面审查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就是照我们应该走的程序 继续进行 谢谢 接着发言 好谢谢 主席各位我想 过去经济委员会的运作其实都很顺畅 大家过着过去依照这样的这个意识规则在进行 那书面报告的部分 其实过去也都是 透过这个院会之后交付到委员会 那进行解冻 所以我想过去的惯例 跟过去的那个意识规则都是这样子 也希望各位委员能够继续支持 大家照这样的方式的话 比较好去运行 那另外刚刚其实委员也提到 其实这些资料部分在2月份其实都提报进来了 最晚的我看是3月3号 所以可能 而且这也都是院会直接交付进来 所以应该可能未来可能还是要 各个办公室 可能相关资料还是要提醒要交付给委员这边看一下 我想资料应该是都有 但是因为进来资料非常的多 那时间也经过了两个多月了 那再来是这个预算其实是今年度的预算 那现在已经也5月份了 那如果现在再修改去冻结的话 我想这个对于公务单位他要执行上面 会产生一些困扰 既然当时并没有把它给删除了 而是用冻结 那也是用书面 那既然也提报进来 我是建议个委员 委员会是不是能够就照我们的议事规则 那给予解冻 让他们尽力来推动相关的 不管是经济或农业相关的一些工作 以上建议 好谢谢赖瑞隆委员 现在请谢一凤委员 我们截止发言登记了好不好 主席好各位委员 我觉得刚才我们国民党委员坚持得非常对 我相信赖瑞隆委员应该也可以相信 毕竟我们是新任期的委员 不晓得上届时候冻结的缘由是什么 因为我看了主题 其实我有看了每份报告 那每一个报告的主题的里面没有把冻结的缘由讲得非常清楚 而农委会提出来的书面报告呢 就像抄书一样 只是把所有的东西再抄一遍 那就我们是不是为什么要冻结 因为这都关系到所有 关系到农民的权利 我们希望农委会 你们的施政可以真的体恤农民的心意 我们近期看到很多的政策 你们都希望农民按照你们农委会的意思来进行 那所以你们必须要更说明清楚 我相信如果农委会没有这个诚意 所以说明给所有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了解清楚的话 那如何让每一个委员可以告诉农民 我们现在农委会在做什么 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希望农委会可以做到什么 所以根据以上的 我认为农委会没有诚意的提出我们所有冻结的书面资料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个冻结应该继续审慎的考虑 各位委员 我主席在这边还是要跟各位委员说明 过去的预算解冻案 院会交付报告事项 交付到委员会里头 列在报告事项 过去常年 议事规则上面 议事处理上面 我们都是这样处理 今天在现场的 我想除了谢一凤委员 邱承远委员以外 其余都是资深委员 都是资深委员 你们现在提出来 把报告事项 要把它改列成讨论事项 甚至要另外冻结 这说出来的方笑是 各位都是资深委员 这个书面报告 包括什么时候副委 副委在院会都有宣读过 我们请议事人员 把这些什么时候宣读的时间序 都让各位委员知道 每一份公文书 几月几号送达到立法院 都让各位委员清楚 所有的这些报告事项 预算冻结案 在当时提预算的时候 决议文写得很清楚 医事人员是按照当时立法院 通过的决议 来进行处理 所以第二案到第七案 是送书面报告后 就可以动知 第八案到第九案 是需要经过委员会同意 使得动知 所以如果委员会不同意的话 那这个预算就继续冻结 所以没有办法去向国民党的委员说 冻结了66亿的部分 你们现在同意动知 但是要继续冻2亿 你让医事人员无法处理 你要嘛就是全部继续冻结66亿 要嘛就是同意66亿可以解冻 就是只有这两个方法 那至于刚刚几位委员提到农委会的什么媒体采购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疑问 我建议可以请招委安排专案报告 很多新任的委员或许不是很清楚 上一届在处理预算的部分可能没有参与 那可以请招委排专案报告 然后让这些单位来跟各位委员解释 来让各位委员了解 请问各位委员主席这样的处理模式 可以接受吗 好不好 他如果同意的话 就是反正的方法 不是啦 就是你们 我说这个其实你要排他们来专案报告 这个都是招委的职权啦 你对于他的预算编列 你现在认为哪一个部分有疑议 包括孔文吉委员 你觉得林务局的那个部分你有疑议 都有招委可以安排他们来做专案的报告嘛 你可以请他来做专案的报告嘛 但他的回答你不满意 你下年度在审查他们明年的预算的时候 你可以看你要删减 你要冻结 你要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都是尊重各位委员 但是我们不好说 这个是报告事项 你们现在要把它改列 讨论事项 这个与法不合嘛 好吗 没有啦 你们的提案就是这样啊 你们现在提案说要改列讨论事项啊 公民一直公平 我会普通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的那个 他不会有普通说明 普通说明啊 会给你够啦 公民一直拿给你够啦 不止血 要给他出面 普通说明一下 没有说要改讨论事项 没有啦 没有啦 刚才六委员的提案是改讨论事项啊 我已经一案一案处理啦 现在一案呢 没有啦 这个报告事项 报告后就同意啦 一案处理 没有一到七已经处理 已经处理完啦 二到七已经处理完啦 他就是报告后就动之啦 报告都先读了 二到七就是 书面报告送来以后就可以动之了 让大家谈 reported 所以二到七已经同意了 二到七已经处理完了 本师八九要你们同意 要各位委员同意 什么什么 说报告 怎么可以全部 不是这样 二到七是一个 八到九 是十六和klär委 是哦 我刚刚是这样讲啊 二到七已经处理完了 全部动 没有动 我現在講的是第九案,第九案要同意的部分 第九案,百分之五的這個凍結案66億 國民黨委員提案是說,他可以同意凍之,但是要繼續凍兩億 我跟委員的報告就是這個第九案 你要嘛就是同意他凍之,要嘛就是繼續凍結 沒有辦法說你同意他凍之,但是繼續凍兩億 是這樣,跟委員報告 沒有問啊,我還是要問 沒有沒有,這個沒有問啊 我可以請他說明,但是沒有問,這個不能質詢啊 不是啦,各位委員 我們不要自己發明,我們不要破壞議事規則,好不好 如果我們是在立法的人,我們不要自己去破壞那個法制 不要自己去制定一個新的規則啦 剛剛廖委員說要質詢,你現在說不是質詢,那我可以同意 那我就請他們 哪有意見他們不說明?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好,那怎麼辦? 你算你解決啦 提議案,說明一下 說明一下 算了,可以質詢 好,來那個,那我請農委會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這個是報告事項 這個是報告事項 那大家覺得可以要請他們說明,我現在也可以請他們說明 但是沒有質詢 好嗎? 確定沒有質詢,說明 好,來那請農委會 副主委 好,來那第八案請國發會先說明 主席,那各位委員,那國發會再來說明我們這一次的報告案的第八案有關於這個 我們深化推動政府資通訊應用建設 主動服務跟網路經濟計畫 預算凍結10%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主要就是那個大院決議事實上它對我們公共政策參與平台提點值這個項目在選舉期間 我們暫停提議跟覆議 大家對這個有一些關切 然後呢,那我來說明為什麼我們會在這個選舉間就提點值這個東西 進行暫停提議跟覆議 這個主要是根據我們在我們公佈的公共政策網路提議事辦的實施要點的規定 那這個要點事實上我們是參考英國國會的挺願望的做法 那主要是維持行政中立所設置的機制 那依據這個辦法 在106年6月實施要點修訂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決議說 覆議期間由45日延長到60日 那欲有全國性選舉的時候 在投票日前的60日會暫停提議跟覆議 那事實上我們 近年三次的全國性的選舉 都是依據上開的實施要點暫停提議跟覆議 那要跟國員報告 這些譬如說眾開獎來監督都是繼續提供服務 那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這個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我們在104年2月推動以來 事實上有非常顯著的成效 那譬如說我們事實上到109年5月6號 我們大概已經有超過1891萬人次的造訪我們這個平台 那其中眾開獎有143個政策議題跟政客議題的提出 然後呢再有4052個法規及法律命令的預告來徵詢民眾的意見 那提點值也有8563項的提議 那其中有189項有成案 那來監督呢 我們到106年3月29號上線提供民眾關心的重大計畫實施情形 包括實施中的計畫有2288項 而且已經完成的計畫有1327項 那基本上我們覺得績效基本上還不錯 所以我想盡請委員支持我們這次的這個解凍案 以上報告,謝謝 好,謝謝 來,接下來請農委會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針對農委會有關 農委會總稅出預算凍結5%這個案子 本會108年度施政成果包括 經過完整的農民福利體系辦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及擴大辦理農業保險 並提高農移民子女就學獎學金 那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 提升農移系產品競爭力 政府及農民同意合作成功 獲得歐盟認同解除對我國IUU黃牌警告名單 推廣有機及友善環境農業實行有機農業促進法 建立教學資源平台 推廣農食教育修正公布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協助農民發展初級加工促進農產品多元利用 調節市場供需透過農產品外銷整合平台 讓台灣農產品行銷國際 那我們在今年本會將除夕解決農民關切的議題 包括建立農民退休制度 完備農民福利體系 協助清農創業提供農業經營準備金 完成農業保險法律法 前面推動農業保險 撲滅口底液 防堵維修豬瘟 讓台灣豬肉重新出口 施施農業環境給物 施施農民對於環境社會的貢獻 那有關剛剛各位提到的有關 就是媒體採購的這個部分 我在這個地方特別說明 我們媒體採購在監察院的報告裡面 那他主講說我們必須把有關媒體的這個部分 一定要專類預算 這個就是監察院的一個報告 這一項是他認為我們沒有做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整理 所有的有關媒體的這個經費 那我們已經在 一定在110年的預算裡面 就把每一筆的 媒體採購的經費 都詳細的列在預算裡面 以上報告請各位委員主教 好 謝謝 好來請問各位委員 第八案是否同意動之 同意 第八案 第八案 不同意 不同意那我們是要表決還是怎麼樣 主席沒有辦法才是 主席沒有辦法才是 那我們就表決好不好 好來那個清點一下人數好不好 好來那個清點一下人數好不好 來請問第八案同意動之的委員請舉手 反對動之的委員請舉手 主席投票同意動之 好第八案我們同意 好來請問第九案 各位委員同意動之嗎 好那我們表決 我們可以講一句話 我不是尋找人 沒有 委員我剛才已經跟大家報告過了 因為你這個 如果沒有就是5%全部解凍 如果沒有就是全部 我不是說 我要嫁藍接孫 我是說我是說 五條表決也沒有關係 這個OK 我們剛才已經給大家發言了 剛剛的說明裡面 因為我覺得我要再公意告訴我 請教我 因為他不是尋找 所以你不能再請教他 你不能再問他 我建議就是說 廖國動委員也是招委 要不要請廖國動委員 排個專案報告 讓各位委員更清楚的了解 好不好 因為你要排專案報告 你才能質詢他 你才能請教他 你才能質問他 好嗎 現在這個案子有兩個監察案的報告 我講另外一個監察案的報告 可以嗎 沒有啦 你會當 你會當 白專案報告 卡卡處理人的醫生 不然就是這樣 你們就表格不要動議 這樣嘛 繼續凍結 這邊怎麼保留 我覺得我認為有心事 跟您剛剛還在看一下 因為剛剛講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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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瓊英委員 沒有啦 報告委員 這是報告事項 這是不是討論事項啦 報告事項 不然叫他們去說明 我已經給大家去說明了啦 你們就可以排專案報告嘛 不是啦,你要表決好要怎麼樣都沒關係,是說他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實施了,那有新的施政呢,有新的施政應該可以請他說明一下,又不是質詢 不但他剛剛已經說明了啊 沒有,他留了兩點,他只有說明一點而已 這有可能不是,不是啦 這有可能也不是他主管的業務嘛,你今天要叫他在這裡說明,農委會副主委也有分工,這不是他主管的業務 你要在這裡叫他說明,他也不知道要怎麼說明去嘛 你可以請廖國棟招委,排下個禮拜專案報告嘛,好不好 我們可以請廖國棟招委排專案報告啦 如果要排專案報告,我們可以保留一下 保留給專案報告 不是啦,你也沒有辦法保留,你專案報告他還是報告事項嘛,你只能同意或不同意嘛 啊報告完以後,反正你隨時你可以排報告嘛,報告你們要表決就表決,沒有關係這樣 我接下來沒有時間了啊 台湾報告,你還要報告嗎 因為這個... 沒有啦,各位委員,我跟大家說齁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啦 這個會期,再兩個禮拜就要結束了 這個預算解凍案沒有在這個會期裡面處理的話 他要拖到九月以後 九月以後又要處理明年度的預算 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安排解凍案去處理 啊你就不要動了嘛 你就不要動了嘛 你們大家都說論益很重要,啊在這裡在動這個哪有什麼意思啊 對啦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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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你對他的媒體採購有意見 你就在明年度處理他的預算的時候,你對媒體的採購有意見 你要刪,你要砍,你要凍,你要凍結 我們都尊重嘛 假設...假設要算處理也沒有關係喔 我... 如果真的要這樣說,我們沒有關係啊 沒有啦,我...這當然是尊重大家啊 因為你明年度處理上,你們現在對於是明年度處理上有意見嘛 我沒有意氣用事啊 各位委員 你們大家都是自簽的委員啦 這個是報告事項 這不是討論事項 吼,啊,我們大家不要採購 大家不要這樣採購啦 這個是報告事項嘛 不是啦,楊委員 如果你們對他的媒體採購,你們認為監察院送的報告 農委會需要充分說明,我尊重 國民黨有廖招委可以排專案報告 或者你們要我排專案報告,我也可以 對不對 你不能說,永農委會那兩個報告來 說要凍結他們的預算,還要繼續董 不是啦,委員長說表決啦 所以你也當請他來做專案報告嘛 啊你也當請他來做專案報告啊 你也當請他來做專案報告啊 楊委員,楊委員 好,我給你報告 這一份今天要處理的預算 是他提書面報告 就請大家同意不同意動之 根本沒有要他上來口頭報告 我們現在額外請他上來口頭報告 你還要另外說要討論 要請他說明監察院那兩點 他送來書面報告的時間是3月3號 監察院的報告是5月6號才出來 他根本也沒有辦法在那個書面裡面再跟你說明那兩點嘛 你應該是5月6號才出來 應該是5月6號才出來 你不可以說明我怎麼去做 你講的都對啦 我都尊重你的意見 你的財事都對我不說你對啦 但是在法委員的當中 有當時就說我們董事長跟 就想要叫人了解更多 啊叫做一個專名 你們說這樣 你們覺得我承認 但你開除一下這樣也不會 有阿慧請他說明了啊 我剛剛不是有請他說明了嗎 不是啦 你們 你要請他說明 我知道你們 我知道各位委員很多問題想要問他 那為什麼不讓招委去排專案報告來讓他說明呢 那OK吧 對嘛 你就排專案報告讓他說明嘛 不是啦 那我今天的議程已經這樣排了 你們可以舉不同意嗎 再排專案報告 跟專案報告是兩回事啦 你都料我人不排我可以願意排啦 對啦 因為時間悠閒齁 存了那邊比較困難啊 你會親自來說明 你的報告 預算解決定是兩回事齁 今天處理預算之後 因為我建議主席處理 因為齁 按照預算協商那時候是提書面報告 就解凍了 他書面報有拿嗎 有啊 拿到好嗎 我覺得看了我蠻詳細的齁 你們可以私底下請他去報告 或者請廖國洞招委 再排一次專案報告 他們也會來 這個跟預算的解凍是兩回事啊 你們要跟這會是兩回事 我以為人說大家離行討論 只有五省 可是這位沒過 他要等九位倒 十位誰到我的處理呢 沒有啊 他現在怎麼可以說啊 主席必須 我現在怎麼可以說啊 你二到七都是對的啦 但是你八到九 你這個資料裡面 你不故意漏掉 我還沒說而已 沒有啊 十面報告均同意 沒有沒有 那個各位委員 這一本裡面都有寫主決議 對啊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求大家同意啊 以為這樣就要輪過去啊 各位委員 我如果要混過去的話 剛剛全部九案念完 我就一次過了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 花這麼多時間 讓大家討論第八案第九案 就是因為要同意後使得動之 要同意後使得動之 要同意後使得動之 我講三次 給各位委員很清楚的聽到 所以剛剛第八案經表決結果 七比六我們同意動之 現在請表決第九案 同意動之的委員請舉手 六票 不同意動之的委員請舉手 你希望在表決前面給農委會說明啊 剛剛就說明了嘛 董委會如果主席 你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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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講 你們可以拍 啊要求拍專案報告嘛 以為 你請舉手 你請舉手 同意有六票不同意的委員請舉手 沒有人不同意嗎 我們這個案子是同意後使得 大家要同意使得動之 如果說他送來的資料 大家覺得有討論的必要 或者是有補充說明的必要 我們覺得也無妨 你說要我們排個專案報告 那當然你的才識也沒有錯 但是如果要提要讓我們排專案報告以後 再處理 那這樣子我們也可以接受 不過今天這個案子 你如果跟這個通過之後 排專案報告 這樣翻在旁邊也好 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你現在預算牽涉到了 比方說他凍結5%的問題 他談到綠色幾乎的問題 那是監察院裡面報告上百頁的監察院的報告 你說今天一個報告這麼簡單 這幾行就把它結束掉了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好嗎 我同意大家看法 你們對這個預算 大家對於它的內容有問題 我們都尊重 如果 如果 你聽我說過之後 我們當時通過的決議 是書面報告 經同意後使得動之 現在 在副委的時候 在院會的時候 如果各位委員對於他們的書面報告 認為不行 要改交討論 改交審查的話 應該是要在院會裡頭提出 應該要在院會裡頭的提出 改交審查 現在 現在我們收到院會交付的 是報告事項 所以本席沒有在 沒有辦法在這裡 依照大家的要求 你可以請農委會 看看監察院的報告 在前還是你們送立法院在前嗎 說各位委員報告 農委會宋達的公文時間 你認法一 你相信認法一 感染你的報告都還沒出來啊 農委會 農委會公文宋達的時間 處理也沒什麼事啊 沒什麼事啊 對不對 處理就處理也沒什麼事啊 沒關係 您可以讓主席說一下 要不清楚 要不清楚 宣布 要不清楚 農委會 宋達公文的時間是3月3號 監察院報告的報告 監察院的報告是5月6號才宋達 我們就沒看到 他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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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 各位委員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是3月3號送來的宋民報告 不是處理5月找到感染他的報告 請大家搞清楚 3月3號這個報告 你如果因為你不要同意 你請大家就抓不同意 你如果同意你就把他抓同意 第二號監察院5月6號的報告 各位委員覺得 對農委會的預算執行有很大的疑義 本席同意也贊成大家請 招委安排莊案報告 來讓農委會說明 請簽譜 請簽譜表決結果好不好 剩下5分鐘而已 來不及 表決結果已經表決了嗎 我們現在 主席 今天我們是5月10幾號 我們在檢查預算 我們 檢查院5月6號 他們的預算是在3月的時候報 那如果是這樣子沒有意見 就讓他通過也不用說明 那這個邏輯很奇怪 以後院會加入就 1月1號過 你就1月2號就送來 其他一概不管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為民把關 大家理清楚 這樣會比較好 各位委員 本席要再強調一次 你們都是資深立委 各位都是資深立委 你現在如果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的話 你隨時告訴我監察院 5月12號 5月18號又送來哪一份報告 然後過去的預算都不能處理的話 報告主席 按序來講好不好 不要按序了 剛剛本席並沒有同意你們發言 好嗎 因為主席剛剛宣告我們有疑問 我們有疑問 好不好 主席剛剛的宣告我們有疑問 表決結束主席 因為這個3月3號跟5月6號 應該要講清楚 3月3號反對啦 反對啦 反對這個處理啦 我們反對這樣處理啦 大家把話講清楚 把所有的疑義都解決 你們在做結論 這樣會比較好啦 就不會有事啦 還沒講完啊 人家還沒有同意你講 他還沒有看我 他還沒有同意你講 他還沒有同意你講 大家把話講清楚會比較好啦 請各位委員回座好嗎 對立法院也都是最起碼的尊重 立法委員來這裡就是要講話的 請各位委員回座好嗎 請各位委員回座好嗎 這什麼都不要講 請各位委員回座好嗎 要控制大家講話 我要講啊 他沒有講啊 主席沒有同意你發言嘛 我要講話 我要講話 請回座啦 我跟大家講 我講啦 不是啦 那個主席剛剛的這個 回復的內容齁 我們不滿意了 我們還要再問一下 3月3號跟5月6號 我知道這個事情要講清楚 這個是報告事項 就不是快訊 這不是尋的 我們都知道 我們現在在開花 我們有疑問就問 這個是報告事項 不是討論事項 有疑問就講嘛 讓我們講嘛 你不要那麼快做結論 收集五分鐘 好啦我休息一下也可以 不過這個5月6號監察院的那個 那個報告應該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有討論的空間 有討論的空間 延長 好延長開會時間延長五分鐘 那你們不休息嗎 那我們就宣布剛剛表決結果 不同意的委員請舉手 國民黨委員棄權 反對靈人 贊成六人 贊成六人 本第九案通過 好 第八案第九案 預算經同意動之提報院會 鎖列議程處理玩具散會 為議程式 這民家 共議員 主席 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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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回到延長開會時間,我剛剛有宣告 有關鍵嗎? 有關鍵,會兩件事有關鍵 沒有啦,你已經休息了 這條件文章可以宣布表決結果 這條件文章可以宣布表決結果 是啦,你這樣什麼意思 這條件文章可以宣布表決結果 這是報告事項不是討論事項 這條件文章可以宣布表決結果 我剛剛有宣布表決結果 我剛剛有宣布表決結果 你不要錄音帶啊,不要在這裡 不要在這裡,你會照顧一下 我剛剛有宣布表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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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在這裡表演嗎 你又不敢去鬥龍尾換人預算 我們就希望,獻頭鬼會一個機會來結束 Iya,其他一個,另一個沒有辦法 你不要問他,你為什麼不給他講 你為什麼不給他講 他不讓他講咧 你說他沒有,他不了解都會不敢 你說他不了解你,你不要因為我已經講了 根本給他 delle increase inρε십사ico 市長 ran 郭文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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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不講 對啊 對啊 他剛才就跟他上去之後 是真的 是真的 你幹嘛抓 上去 上去 走上去 走上去 好 天啊 可以演這一齣 你們這兩地 加坡的幸福 怎麼可以這樣 休息時間不可以 放棄郭主任 哈哈哈哈 放棄郭主任這麼高興 休息時間不可以休息